一提到數位身份證 應該有不少人會想到 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艾莎尼亞 他們推行數位身份證 已經有將近二十年時間 除了當作健保卡 同時還有交通 銀行 不在籍投票等功能 也是臺灣效法的對象 不過帶來方便的同時 可能也會有個資隱憂 因為數位身份證系統 可以串接政府部門各種資料庫 萬一被駭客破解 就會有嚴重的資安問題 專家提醒 艾莎尼亞 就曾經發生過 遭駭客入侵的狀況 此外國際間也有案例發現 有些國家會蒐集民眾的電子足跡 做大數據分析 了解民眾生活型態 進而影響到人民的想法 我們的分析報導 那這裡就是艾莎尼亞的EID的部分 然後這是他們的卡片 真面長的樣子 會議簡報上 臺灣大學EID數位身份證研究小組 分析數位身份證內容 整理出各國優缺點 撰寫成論文期刊 其中位於歐洲東北部 被稱為波羅的海的三小國之一 人口只有133萬的艾莎尼亞 身份證可是全球的典範 就直接結合健保卡功能 那還有一些可以去查詢 就是近幾個月的處方間 那有些還可以進行很多 線上的電子交易 而是跨國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像是 Extonia的i14 他們可以進行線上的電子投票 他們2002年就推動了EID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的功能有像是線上繳稅 不過EID系統能夠串接政府各資料庫 一旦被駭客入侵 等同事對這些有心破壞諮詢安全的不肖之徒 開啟方便之大門 它變成是一張通往各個資料庫的金鑰匙 所以這一個金鑰匙 它的資料安全的標準 以及它嫁接到各個資料庫 它使用的法規 如果沒有非常明確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擔心說 這些資料會不會被濫用 或者是說有沒有可能 被駭客入侵的風險 那這些對隱私還有個人資料的保障 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不過有專家提醒 一旦有心人士有意攻擊 EID系統恐怕會變成資安破口 不只全民資料被掌握 政府資訊系統恐怕也會被滲透癱瘓 EIT系統的EID系統 它在2007年的時候 被一個俄羅斯的大規模的D-Dose attack D-Dose attack就是它會阻斷它的服務 另外系統有可能被駭客入侵 另外學者也擔心 晶片系統很有可能在使用時遭到撤入 導致個人資料外洩 我們這個是已經做到是毫米等級 就是說你必須要非常激進於接觸了啦 已經是激進於接觸你才可以去做 那一樣的這個大家在擔心的這一塊 我們必須要有就算是讀取區的部分 也要有讀取碼 所以你要輸入讀取碼 你不是直接接觸就可以讀取 所以是必須要有讀取碼才可以 晶片還有第二層密碼區的保護 換句話說就算被複製 晶片內容還是要有個人密碼才能讀取 我們不可能永遠在等之後 後面的比較好的解決方案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換發 所以我們一定是說以目前來講就是符合現行的滾動式 我們現在先發行 目前在執行這件換發的事情是在必行 不過有學者認為 其實內政部目前還無法確切掌握 自然系統弱點或是民眾使用習慣 建議可以使用區域試驗 監禮沙盒來驗證 我們現在有一個概念叫做監禮沙盒 它其實概念就是去做一些試驗 然後從錯誤中做一些學習 那在這試驗裡面我們要稍微劃分一個範圍 那可能政府會有一個評估的一套機制 Check list 這樣的做法它的意義是在於說 我們可以從一小部分人取得一些證據 然後去觀察說我們現在這個做法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去做一些預防 數位身分證從2017年開始建置 總預算48億元 其中32億元作為卡片製作 16億元用於更換設備與人員培訓 預計2022年年初 在新竹市 宏湖縣 新北市的板橋中和 進行數位身分證殺核實驗 同時透過賞金獵人或是善意的白帽駭客 要來找出資安漏洞 線上服務系統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有一些 缺點漏洞是在把它的資料公佈出來之後 才會被一些資安人員發現 或是白帽駭客發現 所以說這邊還是要呼籲政府 要趕快公佈一下他們的Source Core這樣子 花了四年多的時間規劃建置 照理說應該已經做好準備 為何還是有專家擔心會有資安風險 主要是因為國際間有案例發現 有些國家政府和相關單位 同時進行蒐集電子足跡 作為大數據分析 進一步了解民眾生活型態 甚至是政治立場和意向 影響人民的想法 學者擔心民眾在網路上的行為 一旦遭到竊取 再經資料探勘整理 很可能就可以使用在政治議題的操弄 甚至還會撼動到國家選舉 就是現在的個人資料就像以前時代的石油 它已經變成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的要素 那其實在過去的時代我們也看到 不只是數位資料的掌握 它其實透過就是線下的方式 我掌握對個人的情報的蒐集 我同樣可以達到就是影響政治跟選舉的效果 台灣數位身份證系統是國家資訊建設的主要幹道 專家建議政府必須設置專責資安單位與專法來規範 來面對可能的數位攻擊 同時資訊透明也很重要 我們覺得要專法 然後要有一個比較獨立的機構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就像他們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如果就是就是如果政府想要篡改資料的話 那它是有能力可以篡改 那所以我們就真的很需要一個獨立的機構 說它並不受到政府的操控 然後它是可以完全獨立的 對 我覺得這樣還蠻重要的 法制面上面我們都有做過討論 因為現行的法律裡面 我們就有幾個不同的法律面 我們都可以綜合在一起 已經足以來讓這個數位身份證來推動跟使用 所以為什麼沒有立專法的原因是在這邊 是因為現有的法規裡面就已經足以支撐了 只是數位身份證攸關個人也是安全 如何取得民眾信任 是政府接下來的重要課題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